你说这李县长 请咱们到石头山吃饭 啥意思啊 没事 去呗 咱怕啥呀 正好我也想开开婚了 上次招待咱们那顿呢 还真不错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再吃吃生猪脑子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你想吃你那么简单 那老头出水挺大方的 对咱们也客气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啊 疯子 我这心里老觉得有点不得劲 你想啊 这小日本盯得盯那么紧 他有空请咱们吃饭 就咱们哥三 还怕那个走老头子 不是怕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咱们总得有点准备吧 我看要不 要不得跟张伟说一下 看他什么意思 跟谁也不说 有什么说的 吃个饭嘛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去我 可是我这儿 我这儿老觉得不踏实 要不 你跟那个 那个谁说一声 你别看着我呀 你这个人哪 你别老跟人家较劲 再说 人家又是个姑娘姐 老大 要不让我去 你 你 谁 洪大姐 看书呢 洪大姐 一会儿我们要出去一下 过来跟你说一声 知道了 你就不想知道 我们要去干什么吗 你 你们不是经常出去吗 从来都没跟我说呀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李金堂那个老小 也要请我们吃饭 老大怕你担心 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 行了 你没事了 要走了啊 李金堂 好 山天现在正在加紧对双峰镇的控制 李金堂又正好在讨好这个山天 只怕是鸿门宴 那怎么办 把他们找过来 马上 去看够了 这没什么埋伏 没事 我都说了嘛 他是真想请咱们吃饭 你说也怪啊 这没什么事 请咱们吃饭干什么呀 行了 这来都来了 这就算是红梅燕 咱得吃饱了再说吧 是不是老爸 小二点菜 来 还来得早啊 我们也刚到 这这饭菜不好吃 我让他们从家里头带过来 张副官 是 来 还是那句话 佩服连兄弟是条汉子 所以啊 请你们哥子啊 来吃顿饭 来来来 我先干为敬 来来来来 来来 李兄弟 来来来来 李先生等等 你今儿约我们哥几个过来吃饭 是不是真的有事啊 先吃是吧 你看先吃吃完了再说嘛 爷 我性子急 你还是先说 好 好 李兄弟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是吧 阿尔道坎这地方 一直都是我的地盘 可是 最近山田逼我逼得太紧了 我没办法呀 所以 想借你兄弟的人头 换此方百姓的安宁如何呀 别乱动 李先生 你该不会以摔杯为号 然后刀斧手伺候吗 这招确实是毒了点 不过 他很管用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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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 李兄弟 我知道 你们这帮兄弟都有一身的好本领 可是你兄弟一定体谅我呀 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我保证只要你听话 我放了我兄弟一条命 老大 别听了废话 咱肯定能出去 行了 既然要上路 那就吃饱了再说 好好好 来 我一定把最后的一份 给你们兄弟赔完了 来 来来来 喝酒 我先干为敬 来 李先生这面子我的给呀 李先生这面子我的给呀 就差一步 就差一步 连老光处喝酒 干啥不喝酒 干啥不喝酒 我把你们那样子把你送过了 小哥去 你来了二位 对对对 这月 随时月是大月 哦哦 您里面请 您里面请 你没完 我到时候就秀着 三一太 求求你了 他们在西边相逢呢 实在太谢谢你了 没有什么谢不谢的 如果当初 不是你帮我保住这个孩子 恐怕 现在我连个丫头都不如呢 我不懂你们这个主意 那个主意的 你对我有恩 我就应该报 好 你现在找我帮忙 我就得帮你一把 还是要谢谢你 我先走了 下来吧小朋友 别折腾了 别折腾了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逃得出去 那咱们也不能坐这儿等死吧 我想好了 山田要的是我 所以李金堂可能 会把你们两个放走 你们两个走了 我的机会就来了 我不走 我留下来陪你 我不怕死 谁也不怕死 但是听我的 必须走 老刘 听你的 好 咱什么时候动手了 我总觉着 他们仨在家里 心里不踏实 夜长梦多 就今天晚上要睡 那您真的打算 那您真的打算 把他那两个弟兄给放了 开玩笑 你以为我会养虎为患吗 那咱是送人过去啊 还是直接把人头送过去 他们几个人身手都不错 送人头比较稳妥 去吧 晚上就把他们带出去 到城外去 我不想在自己的家里头 看到雪 对 明白 哪有点不太对啊 你怎么想在家里头 还得让你结婚 你还不听 我还是结婚 你最近怎么做 大厉害 那你觉得 这个地方 你怎么说 那你听到 他们都会同志 只能来硬的了 有把握吗 你就出城等着我们的消息吧 怎么样了呀 呆得还舒服吧 李爷说了 现在就送你去见黄军 顺便呢 也把你的两个小兄弟放了 快走啊 俺都在干什么 快走啊 快 快 我可真是大手笔呀 一群饭桶 连个人都看不住 是 这就像华容道放走了曹操 以后这路东就要翻了天了 你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明明知道是假的还去服业 算了算了 人都回来了别说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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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爷您喝酒 好好好 八眼啊 只要说起来 我们俩还是书白兄弟呢 不敢不敢 李爷叫小的来吃饭 小的已经万分荣幸了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今天让你来啊 是让你帮我一件事 帮我盯着林继风 李爷 这个我可不敢 再说我天天在外边跑 也没这个机会 你没机会 不等于别人也没机会啊 你别忘了 在双峰镇 我们还有一个同族的长辈呢 您是说李希文 不是他还有谁啊 不成 他现在和贡君穿一条裤子 他当那个小学校长 当他高兴着呢 没关系 来 来 你再见他 把这个交给他 就说是晚辈孝敬他的一点心 至于你 日后能提供可靠的情报 自然少不了你的 是是 李爷您交办的事 我一定给您办好 好 李爷您喝酒 好好好 来 嗯 三叔 花样 你突然来找我有什么事了 三叔 李金堂让我给您带个话 说以后亲戚间还是要多走动走动 毕竟李家的祠堂还在这里 这点小意思 算是晚辈孝敬李家 哼 他该不会又让我去给他办事情吧 他也不想一想 他过去怎么对我的 你帮我来份家产给爸了 我是长辈 我给他一般见识 现在就用这几个臭钱想把我打发了 他的酸盘也打得太精了吧 现在咱们双风筝呢 心事很好 我甘愿当个小叔将 你回去告诉他 我不稀罕他来点臭钱 这 茶董坏地 一二一 一二一 茶董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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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一二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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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自己人 自己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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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静一会儿 他给我带的东北菜 我的家乡菜 双风阵他没来过 哪儿哪儿都不知道 走 总要找一找吧 是啊 刘湘 这个人我用我人头担保 绝对没问题 走 让他们好好聊一聊 我再跟你好好说说 好吧 走吧 走吧 走 走吧 这事 你我看呀 我今天就不应该来 给你添麻烦了不是 不麻烦 进入 不 不必了 不必了 我还是走吧 说话说 夜长的梦多嘛 咱们来日方长 以后见面的机会 还多着呢 来 把东西给你 谢了 我不信 那我走了啊 我送你 老柳 来了 你说她是来给你送东西的 拿出来看看 有没有通牒的证据 我们朋友给我们送东西 凭什么让你看嘛 凭什么呀 好 你等我 一会儿队长来了再教训 行 你又让我教训谁啊 队长 这事咱们得查一下 有弟兄说见过他那个朋友 是个开饭馆的 而且还是伺候日本人的 他不是特务是什么呀 你呀 不分青红造白了啊 这个金老板 确实是在二道坎开香根饭店的 但他是林大哥的朋友啊 而且在刺杀山田的行动当中 他帮了很大的忙 你不能因为人家开的是 日本人的饭馆 你就说他是日本人的特务啊 开心 听见了吗 行了 行了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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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以后再见了 你们呢 也不能送了 回去吧 那就送到这儿吧 送了 你们都保重 保重 拿着 走 姐 你看这是什么 头子肉 给我们做了吧 我不做 拿回去吧 别呀 姐 你就给我们做了吧 我想吃肉了 再说老大好久也没吃着肉了 你就给做了吧 每次都这样 那他自己怎么不过来啊 老大本来想来来的 结果在路上碰到一堆小孩 往我们身上扔石头 老乡见着没绕着走 老大一气之下 就不过来了 估计现在回去睡觉了吧 怎么会这样 你想啊 这个袍子肉是谁送来的 估计是金老板吧 对呀 人家金老板 好不容易给我们 送袍子肉来了 结果碰到刘相了 非得说金老板是特务 这老大面子上 当然挂不住了 老大姐 说我们在八路军 没有功劳罪有苦劳吧 就是因为你们自己的行为 才引起人家误会的 如果你们一开始 就打个招呼解释一下 那不就没这事了吗 那姐你看 我看见肉 行了 放这儿吧 好嘞 姐 你那是铁丝吗 铁丝 没有 干吗 我 算了 我再找一找 姐 晚上到这儿过去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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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好 还生气呢 没生气 你搭这个脸子干吗 好 为了这点事情 你犯不着跟刘相他们生气 你这个人有的时候做事情 的确会让人误会你 比如说你去惠礼金堂 你事先又没跟人家打招呼 再怎么说了 你现在也算是八路军的人了 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你这个人怎么还是这副臭脾气啊 正美 张伟 调查结果出来了 你辛苦了 来 喝点水 谢谢 林济峰确实是在义勇军做杀手的 而且几次大的针对日本人的刺杀行动 都是他干的 在江湖道上很有一号 只不过是 进义勇军之前的这一段 空白 看来他这个人的历史还很复杂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那他跟李金堂秘密会面 这里头有什么名堂啊 他去找李金堂这件事我知道 你知道 那你怎么没跟我们商量一下 他自己说是李金堂要把他献给山田 可就算他再有本事 也不可能三个人毫发无伤地回来吧 政委 我以我个人的党性做担保 林济峰绝对没有骗我们 当然我也承认 他这个人现在从思想意识上来看 比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还差一些 可是我们现在就因为他的背景 可疑而赶走他 是不是有一点草率啊 我一直不说李金堂这件事 就是想等今天这个调查结果回来 现在结果回来了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态度 具体怎么样一个结果 我服从组织安排 不管是你们有什么那样的态度 但我个人的想法 还是不想把他留在部队里 政委 咱们还是把他留下来吧 反正偶尔也需要他执行一样任务 只要他不犯大的纪律 咱们就再观察观察他呗 哦 对了 那个大力丸是不是可以上战场了 是 如果再不上战场 老让林继峰养着他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可是就目前这个情况而言 您还能找到 比林继峰更合适的 这个养马的人选吗 这倒也是 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哦 你说吧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哥的脾气我比较了解 尽管他有的时候做事情比较冲动 但是对日本人的仇恨 他不比任何人少 他以前之所以有那样的经历 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怎么样做 才是正确的方法 政委 我同意红军医的看法 我也建议把他留下来 咱们 我相信一定会把他吸收成 咱们自己队伍里的人 老人 要是这样就更好啊 这 老大 老大 不好了 老大 怎么了 找什么急 他们不给药 老李都快疼死了 过去看看 好 来 这你 那个老吆的消毒状范 你给他来找疼药呗 小詹 给他拿几遍疼药 给他拿几遍疼药 哎 你又拿药啊 学长什么学会 凭什么给你拿药 特务 说谁呢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呢 怎么着 你给我再说一遍试一试 特务 谁特务了 特务 特务 干吗 你还要打人啊你 走 不要了 小赵 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 连邓周围都说了 人家不是特务 我 你干什么 没有药 老六会腾死的 再想办法 你去给她送去 不 宋君一 我就不明白了 咱们自己个儿的药都不够用了 还要给这帮特务 别说了 快把药拿去吧 小赵他还年轻 不懂事 你不要生气 好 谢谢 好 谢谢 走吧 走吧 咱们自己的药都不够用了 干吗一定要给这帮特务 小赵 谁告诉你说他们是特务了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反正就是不能把药给这种人 这些药都是救治革命者的药 为什么要给这些 不冰不拔的外来人 大家听我说几句 其实林季风是我哥 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都是厄伦春族人 我们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 所以逃亡到了这里 参加了革命 尽管我哥哥有的时候脾气暴躁 做事情也比较冲动 但是他和我们一样 在对待日本人的战斗中 和我们是一样的 甚至比我们还要坚强 如果他过去做了什么 让大家感觉不舒服的事情 我在这里 替他向各位道歉 希望大家能原谅他 也希望大家能相信他 因为他和我们一样 都是抗日的 没想到我们下班 哎呀 你看看我 diggent 我先给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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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去带你带我带你带你带我带你带我 我一直都在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快吃饭吧 都凉了 觉得心苦 吴船 快玩 快快快 快走 老婆 你快走啊 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啊 你什么也不用做 等我回去 等我把案子好啊 我就回上海 啊 要走咱们一起走 你行 为了风声这么紧 你还是回去吧 唯一要出了什么事 我自己好吐啊 快走 快走 听话 快走啊 我走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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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啊 多谢李 那我先走了 以后您有用得着小的地方 您尽管分 去 把张副官叫来 林济峰 这次你可跑不了了 来 给您 给您一会儿 尝尝 尝尝尝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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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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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兴时 老是发交的 居然和林继风这个大英雄是有朋友 林继风 林继风是谁啊 不认识 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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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我带走 李先生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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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冤枉就好了 跟我去办点事 办完了事就把你放回 快走 李先生 走 走 我冤枉了 走 李先生 我冤枉了 冤枉了 冤枉了 你什么说不说 我不说 你什么说 你杀死我白头 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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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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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点劲 走 李一 信已经写好了 请您过目 不是他亲笔写的 没事吧 是不是他的亲笔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让林积枉知道 人在我这儿 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 好 派人送给他吧 好 我现在就去管这事 林积枉 我就在这儿等着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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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是金老板的笔迹了吗 不是 看来李金棠是铁了心的要杀我呀 那可怎么办呢 这次行动 这次行动 我死了没关系 金老板必须要救回来 所以我们需要个帮手 谁呀 老大 怎么样 张伟说反正他们有任务 好 好 我们自己干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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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大力万 心情不好 以后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我听话听到没有 别像我一样 记得 我可能又要食言了 没法好好照顾你了 也许张伟 好了 不爱听了 不说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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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厉害了 咱封锁这么严 他们会不会不敢来 就吓跑了 谨慎点儿好 这次你要是再抓不到林继风 我们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了 你要对林继风有信心 他一定会想办法进来的 怎么办 最好的两局机位置都被迪迅围上了 咱们根本靠不上去啊 下面 老板 就快到中午了 怎么办 再找找 总会有合适的地方 走 走 再找找 走 什么意思啊 这儿不理想啊 来不及了 就这儿了 就的事 你看不见李继娜 我去把她引出来 不 老板 那我呢 老板 我跟你说 我 我跟你说 林继风 我 我知道你来了 而且就在这附近 不要怪我不提醒你啊 你我们约定的时间 还就剩下五分钟了 如果你不出现 你的朋友就会受到伤害 我不管你在哪儿 我都要提醒你 你就剩下五分钟了 快点一下 我不能去哪儿 你会灰 那我可以上来